各位網友 許智遠老生常談 今天開一個新欄 這個新欄就是港人港師 香港今天成為世界畜牧的地方 香港實在是在紀草之變之後 轉朝換代 很多南來的人都來到香港 所以香港的文化 真是戒成中土的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所謂港台兩地 因為在中土變政之後 就認為這些舊師已經是落後了 是封建了 當然五四運動 也都是要推行這個爆話文 有爆話師、胡錫哥那些 但是他沒有說這些封建的疑熱 現在有多了少少 在大陸之後 對於這些封建的詩詞 就不太機笑 不太被人尊重 所以在香港人 以後和台灣是這兩個地方最多私人的 當然海外還有很多寫舊詩的人 現在香港人成為世界畜牧的地方 不管他怎樣都好 但是他跟過去殖民地的時候不一樣 他好不好呢 我們都不便知平 但是對於舊詩 即傳統的古詩 香港還是很流行的 我今天在這個時候 就是講這個叫做港人 港詩 港人 他對那些詩怎樣看法呢 他有沒有特別的風範 或者特別的成就呢 在這一輯呢 我就特別來講 我有很多本書呢 是關於香港人的詩的 我現在讀這個 熊潤潼 熊潤潼呢 這個潤就是三點水 裡面的肉的潤 是同字 這個字呢 就比較 很少人用的 但是也是潤字 即是三點水的潤字 不過是軸子 這個是正式字的 這位先生呢 在香港呢 就非常出名 是香港人呢 曾經叫做南元五子 熊先生呢 是五子之首的 是非常出名 他初時的時候呢 是軍政界 後來呢 來到香港之後呢 就完全是教書了 除了教師之外呢 他還是呢 是一個出名的名醫來的 那我們呢 我們看看他這裡 悲來真可五千之 雪劍得譚兵總廢詞 漂泊東南 君莫閒 君科誰界少齡師呢 啊 他這個 以這個 以這個 在官科 誰界少齡師 就是對誰傳承中國的 這個詩學呢 他自己 就是 夫子自道 那 他怎麼說呢 他說悲來真可五千之 這個呢 就是五千杯 啊 啊 我悲從中來啊 我真可以喝五千杯啊 雪劍得譚兵總廢詞 哎呀 這些已經過去的事 雪劍 譚兵呢 總廢詞 我也不想說了 漂泊東南 君莫閒啊 我們現在呢 啊 這個 漂泊在東南 來到香港 君莫閒 不需要 這麼償限的 記仇寫 何必呢 乾科 誰界 少齡師 主要呢 我們還是要 乾科 誰界 在這些 亂世之中 哪個能夠 介起 少齡師 就是中國 以道府 這個詩人 呢 少齡師 他這些 對國家的懷抱啊 對這個 詩教的傳承啊 誰能夠介 少齡 道府 一生 中醫師 而發展詩教呢 這個呢 就是 這個 銅潤雄呢 夫子自道的 那 第二首呢 又是七主 是個 慕念 一瓣 上千家 萬手都難招 樂照還 別有傷心 非自負啊 怨言 詩格 折為身 那 這首詩 我們看到這個 紅潤雄雄雄 雖然是 短短死去 但是他那個 啊 詩的那種 那種的 這種的味道呢 真的 豁然 是 出來的 他說 沒有年 一飯 上千斤 找一餐吃啊 都這麼艱難啊 不要說舊時啦 舊時呢 這個所謂 雪劍談兵呢 都是過去的 現在 這個今時 我暮年的時候 找一頓飯啊 在香港啊 都不是容易啊 上千間啊 萬手都難招 樂照還 我不要說雙手啊 萬手啊 都難 洗到 這個樂照 回頭 這個樂照是什麼啊 是這個日頭嘛 日暮西山 我們不要說他的 他抽象是什麼呢 萬手都難回 這個樂日就是樂日的了 沒得說的 難招 很難 使到這個樂日呢 樂朝 還回回頭 沒可能的 別有傷心 非自負啊 我不是別有傷心 或者別有懷抱 不是吧 因為我有自負 對我自己呢 是有負 也都不是呢 對我自己呢 有責 這個 兩 私言至 非自負 但願 也涉及 接為生 我認為我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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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時減時 這個 這個 國家興亡啊 我是願意 接 那個為生 就是 言為生 言為生呢 就是晚年呢 他都好 對這個 他自己的故港呢 很減懷的 這個就是賢浩文 我現在呢 大家知道之後呢 我重讀一次 是 悲來 真好 五千字 雪姬 下探兵 總廢字 漂泊東亞 君莫閒 君科 誰計 笑靈詩 這種 啊 懷抱真是 好難得 慕念一份 上千間 萬手都難招 樂照還 別有傷心 非自負 然然 詩吉 折為生 我是折 言為生的 你看 這兩首詩 有何等的抱負 何等的擁空呢 何等對詩教這麼好呢 今天 是講 洪潤雄 這兩首 絕句 寫得真是好 多謝各位